這支就是華碩最近推出的 Zenfone Max Plus 那它本身的話是採用3GB記憶體 聯發顆6750處理器 跟32GB的儲存容量 那本身它是支援CAT6規格的4G LTE 那在相機的部分呢 它前面是採用1600萬的視訊鏡頭 後面的雙鏡頭的部分 則是採用1600萬畫素跟800萬畫素的組合 那這樣的組合的話 其實它主要是主打 用1600萬畫素去拍更清晰的照片 然後用800萬畫素去擷取更快的對焦速度 那整個機身設計的話 其實跟之前推出的 Zenfone Max 系列 其實有點像是 但是又有點不一樣 因為這是在螢幕的部分 它採用全尺寸的設計 所以在前面的話其實可以看到 就是 它的螢幕佔比會變得比較大 那 Zenfone Max之前其實都是主打說 它有較大的電池容量 然後包含可以 逆向幫其他手機做充電 那本身其實它是可以做為一顆行動電源使用 可是這次的那個電池 它其實跟之前推出的 Zenfone Max 也是採用5000mAh的電量 稍微縮水了一點 它大概只有 大概只有 4130mAh 那 可是它的連續待機時間 還是可以到26天 其實應該還是算蠻實用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支手機的實際盒裝內容 那其實在最近華碩推出的手機的話 它其實都會跟 華為或者是一些大陸廠商手機比較 它都會 多送一種 那個 軟式的保護殼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是還蠻貼心的 然後這次的手機 我們可以看到 外型跟之前 跟 跟最近華碩採用的設計其實都還蠻 都蠻一致的 都採用 就是採用 金屬機身 然後比較圓潤的曲線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次新機採用的就是全尺寸螢幕設計 所以它在底下其實也就沒有實體轟件的設計 那就變成是全部採用虛擬操作介面 那指紋辨識就變成字在後面 然後這邊是1600萬畫素跟800萬畫素 的雙鏡頭相機的組合 前面的視訊鏡頭 這是1600萬畫素 我們再來看盒裝其他內容 說明書 跟充電器 還有充電線 還有一組 Type-C轉 標準USB 誒 它是用MicroUSB 不好意思 然後推卡針 然後這就是 最近華碩推出的 ZenFone Max Plus 我們說明書 P-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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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-C